轻断食加生酮饮食加运动等于健康与苗条 大家好 欢迎收听青铜生活家最新一期的音频节目 我们这期要聊的话题叫做 在生酮饮食中到底需不需要控制盐的摄取量呢 那么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朋友们 请听我继续唠叨下去 一说到盐 我们就不得不提起假这个元素 大家都知道 食盐的主要成分是钠离子 那么在我们人体中呢 钠和钾是分不开的 在这里我希望大家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 就建立起这样的一个概念 在我们人体中 钠钾不分钾 钠钾平衡 所以我们后面的内容中会一直提到 钠离子和钾离子 钠的摄取和钾的摄取 所以我们在这里说 食盐的摄取 实际上我们不得不提到假的摄取 两个内容我们一起说 好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平常获取食盐的途径都有哪些呢 我们在楼下的超市经常会发现 食盐非常便宜 有各种海盐 胡盐 井盐 一般都是一块到两块 非常便宜 那么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面也提到过 希望大家去购买喜马拉雅粉盐 当然这并不是强制性的 粉盐实际上也是一种海盐 只不过是远古时期的海盐 被深埋在地层以下 喜马拉雅海盐 大概就是三包 3000克 100元 已经是相对比较贵的了 可是大家再去看一看 钾离子 也就是钾盐 市场上是有食品级别的钾盐 用来彻底代替钾盐的 也就是绿化钾 多少钱呢 85克 两瓶 99人民币 比喜马拉雅粉盐要贵的多的多 那么我们再从食品上来看 我们平常吃的 很多食物里 比如说 以前大家都吃垃圾食品 那垃圾食品里面有许多许多盐 很咸 非常便宜 那我们平常在外面吃的各种 点心 苏打水 胃精 各种食品添加剂 里面基本上都是 以钾离子 为主要的各种化合物 可以说 它们都是由食盐 经过各种化学反应得到的 它们的成本相当低廉 那么钾呢 钾丰富的食物 到底有哪些 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平常吃的蔬菜 有菠菜 有西兰花 有小白菜 有牛油果 这几种食物呢 是寒假非常高的蔬菜 或者叫水果 是不是都非常贵 那么菠菜 在我的印象中是非常贵的 可能南方 在南方菠菜 还有西兰花 会相对便宜一点 小白菜呢 在北方 南方都不算很贵 但是牛油果 是相当贵的 也就是说 想吃到 含钾丰富的食物 我们要付出的成本 比含钠丰富的食物 要高得多 那么 也就注定了 我们平常在生活中 吃进去的食物中 很容易 那 吃超标了 而假不足 是吧 因为大家 平常 花在 食物上的钱 可能不太均衡 可能用更多的钱 去买肉啦 去买蛋啦 去买一些 点心啦 但是呢 很少 把大部分的钱 用在 买这种 含钾比较多的 蔬菜上面 在这里呢 我并不是想说 钠对我们不重要 而是 钠要和钾 来搭配一起吃 因为我们 太容易获得到钠 而 不太容易 获得到钾 所以我们 更要在 平常的生活中 要留一个心眼 钠和钾 它们在一起配合 会影响到 我们的泌尿系统 会影响到 我们的血液 会影响到 我们的荷尔蒙的分泌 会影响心血管 会影响 自主神经 确实有一部分朋友说 我们吃盐吃多了 会让血压增高 会得上心血管疾病 所以呢 就要少吃盐 但经过我们刚才 上面的一段分析 实际上我们有 70%的钠的摄取 是来自于 深加工的食品 以及大部分人 习惯到餐馆去吃饭 餐馆呢 会重盐 会给很多味精 会给很多食品添加剂 大家平常到外面 里面有些人喝酒 喝啤酒 喝可乐 喝苏打水 各种汽水 里面也有很多碳酸 清钠 各种钠 我们吃的味精里面 也是钠 离子 所以 但凡大家 避免 吃过多的 深加工的食品 或者 尽量少的 到餐馆去吃饭 少吃味精 甚至不吃味精 少喝汽水 就可以 减少将近 70%的 多余的 钠粒子的摄入 确实 有各种研究报告 显示 盐吃多了 会让血压升高 增加 患 心血管疾病的 这种风险 但是 没有 特别多的报告 或者说 没有清楚的研究证明 减少盐的 摄入 会减少 相应的减少 患心脏病 或心血管疾病的 风险 反过来是不成立的 那到底该怎么办 还有些人 会走得比较极端 我记得我以前 有一个公司的老同事 他已经极端到 吃面条 一点盐都不给 如果服务员 端上来一碗面条 他觉得有点 能尝出一点咸味 这位老同事 他就要发火 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呢 在我现在看来 是不对的 我们正常人血液里面 含钠的浓度应该是 每升血液里面 应该会含有 135到145毫模的钠离子 如果 每升血液里面 含钠离子的浓度 小于135毫模 那么这就叫做 低钠血症 低钠血症 显示出来的现象呢 一般是 浑身乏力啦 头晕啊 呕吐啊 意识不清醒啊 肌肉会经常的抽搐啊 会有低血压 撒出来的尿呢 颜色比较暗 而且尿量很少 神经方面也会有一些影响 比如说这个人会比较易怒 这些都是 可能 钠 在体内含量 过少之后 引起的一些 现象 有些朋友可以 看一下身边周围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 所以说为了所谓的降低 患心血管疾病的这种风险 而少吃盐 甚至不吃盐 甚至是停止摄入盐 这种做法是非常不可取的 不要走极端 而且我们刚才说了 并没有什么研究 可以显示 少吃盐 就能够直接的减少 患心血管疾病的这种风险 反过来是不成立的 确实 食盐食多了 让血压升高 增加 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这个趋势是成立的 正向是成立的 但反向不成立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所以说 不要 极端的 减少食盐的摄取 当然我们这个前提是 不要吃过多的 身家工作食品 不要吃过多的 胃精 不要经常的下馆子 不要喝太多的汽水了 排除掉这些额外的风险 大家就没有必要 再减少自己摄取食盐的 这个量了 说完了钠离子 我们再来说一下 钾离子 在这期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 我给大家强调过 钠和钾 咱们一块说 一块讨论 那么 钾 在我们身体里 跟钠一起共同作用 钾反过来 它可以减少 钠离子 对我们身体的影响 比如说 钠多了之后 让我们的血压升高 但是呢 如果同时又有许多钾 在你的体内 它又会减缓 舒缓你的血管 让你的血压 逐渐降低 所以 钾离子 在体内的作用 是降低 你对实验的敏感性的 所以钠和钾之间 它是一个相互平衡的作用 钠多了 就需要补钾 为什么呢 因为钠离子和钾离子 在我们人体的细胞里 是共同作用的 我们的人体细胞 在细胞壁上 有许许多多的通道 这些通道呢 有钾通道 钾离子通道 有钠离子的通道 这些通道 可以让钠离子和钾离子 进进出出 但并不是随随便便的 进进出出 它跟钠离子和钾离子 浓度有关 而且不论钠离子 还是钾离子 它的进出 都需要消耗细胞的能量 那么一般来说 钠离子在细胞外的浓度比较高 而钾离子呢 在细胞内的浓度比较高 当我们人体产生一个 神经传输的信号 或者我们的肌肉收缩 大脑产生某种感觉的时候 这种神经信号的产生 就会让细胞壁上 另外一个叫做 钠甲泵的这种小机制 开始发挥作用 那么这个钠甲泵 就会同时交换细胞壁内 外的钠离子和钾离子 也就是一边让钠离子出去 同时呢 再让钾离子进来 大家在这里只用记住一条 在这个钠甲泵工作的时候 三个钠离子从细胞内部出去 同时细胞让两个钾离子进来 也就是三个钠 两个钾 同时发生作用 三个钠 两个钾 三比二 就是 1.5比一 也就是在这个交换的过程中 钠离子跟钾离子的比例是 1.5比一 日本的科学家在2017年7月5日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提到 那么要控制 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呢 最好呢 从钠甲离子的比例来入手 而不是单独的控制钠 或者单独的控制钠 尿液中 钠离子与钾离子的比例如果减小了 那么对心血管疾病的预防是有好处的 如果尿液中 钠离子与钾离子的比例增高了 它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而且这篇论文同样也指出钠和钾的比例 在1到2之间能够得到最低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的结果 我们刚刚分析钠甲泵的时候 是不是讲到三个钠对两个钾呢 三个钠出去两个钾进来 刚好就在1到2之间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从生物化学 以及科学家做这种样本试验 得出的结论 基本上是一致的 所以我非常坚信这一点 所以我们到底该怎么做 在生物饮食中 钠离子 盐 到底该多吃少吃 那我们刚才说了 要把甲离子也考虑进去 所以我们得到的结论是 钠离子可以稍微少一点 同时呢 甲呢 稍微多吃一点点 毕竟我们平常吃甲 吃甲吃菜吃的不多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 一要减少平常我们吃的食物中 或者是喝的饮料中 钠离子的数量 也就是大家尽量能够注意到 什么时候摄取了盐 摄取了味精 什么时候吃了这些食品添加剂 什么时候喝的这些汽水里面 甚至你说的无糖饮料里面 是不是有钠离子的存在 一旦你发现有这些钠离子的存在 就要给自己敲一个警钟 会不会今天的钠离子超标了 但是这里有一些钠离子的存在 一旦为的 很多人都会有钠离子的用 什么时候不需要 你还能够找到 我才能够找到 我才能够找到 你还能够找到